早安 欢迎收看9月9号打野全球新闻 我是林怡婷 新闻一开始先带您关心趋公病 又新增了一例本土病例 地点是在新北中和 一位住在南府里的76岁女性 目前正在住院当中 这位女性在8月28号的时候发病 9月6号通报并检验确诊 她的活动范围主要在国强岭步道附近 但是步道早在8月底就已经列为管制区域了 因此研判是在管制之前受到感染 卫生局也针对个案住家的周边 半径50公尺逐户喷药 提醒附近民众如果出现发烧 关节骨头痛或恶心腹泻等情况 都要尽速就义通报 一周的天气消息 不少民众最关心的就是 这个星期即将迎来的中秋节 天气会如何呢 气象局表示这几天都会是多云道晴好天气 但是到了中秋节就会有大地压带往北移 北部东部转为有雨天气 甚至这个大地压带还可能会发展成热带系统 全台天气都会变得比较不稳定 天气好热 即使坐在阴凉处还是要拿出扇子扇风 才能感受到片刻凉意 虽然持续进入秋天 但夏天的炎热感受还要再持续一阵子 这个星期各地高温都可能达到34度 西半部甚至会出现36度 一直到星期四这段期间呢 基本上各地的天气都还算稳定 大家这样是多云道晴 之后在南台湾 有些是比较像是屏东啊 还有台东南侧这一带 有时候会有一些不定时的降雨 不过到了中秋廉价 菲律宾东方海面的大地压带会逐渐北台 北部东半部慢慢出现雨势 周末更不排除会下局部大雨 甚至在低压带里发展热带系统 如果有一个独立的热带系统发展起来的话呢 它可能会对台湾造成更大的影响 那造成中秋廉价的时候 天气更不稳定一些 因此今年赏月几率可能大幅降低 除了北部东部云量本来就比较多 不容易看见月亮之外 如果再来个热带系统 恐怕连中南部民众也会笼罩在雨区之中 台湾新闻林婷 叶宜林台北报导 而面对大热天 市面上出现越来越多种消暑小物 来让民众选择 像是最近有一种很流行的迷你风扇 拿在手上或是直接挂在脖子上 但是呢 这个恐怕会不会是越吹越热 甚至可能会引发脱水或是中暑呢 医师这样子表示了 但是原因是什么 那带您一起来了解 对啊 汗一直流 对 没办法用跑外物的 业务洪小姐随身携带手持小风扇 不吹还真不行 都一定带着 太热了 现在消息小物还不断升级 这种挂在脖子的挂紧式风扇很流行 好舒爽 这个真的有用 左右两侧各一边 不用手拿 还能调整弯度和风速 不过这样吹真的会凉吗 室外温度可能感受到 就是35到46中间 本来外面就很炎热 然后又不断的热风往身上吹的话 体肤没有办法把热散走 所以热会吸气在我们身上 环境温度太高 越吹越热 等于是用吹风机往脖子吹是一样的 还可能会脱水中暑 大脑会提醒我们一定要去喝水 喝水 那如果这样的电风扇一直在吹的时候 人会感觉很凉快 忘记喝水 所以很容易导致中暑或中热衰竭 最好的散热方式是用湿毛巾擦拭身体 把我们皮肤上表面的热带走 水分挥发会带走身体的热量 降温速度很快 马上就能够感受清凉 大爱新闻 江力俊林新宏 台中彰化 综合报导 想喝汽水又怕胖 不少人会选择零卡碳酸饮料 但是营养师指出 零卡碳酸饮料虽然糖分比较少 但是喝多会对骨骼肾脏造成影响 同时也可能会让人产生补偿心理 反而会吃更多其他高热量的食物 许多人都会选择像我手上这样 标榜林卡的汽水 觉得它比较健康 但事实上并非如此 林卡的可乐当然是健康一点 因为糖类摄取太多 会对身体有不良的影响 林卡碳酸饮料的定义100毫升 热量不超过四大卡 虽然林卡碳酸饮料比起含糖饮料 糖分相对减少 但通常会添加阿斯巴田 糖精等人工甘胃剂 人可能会觉得说 这是林卡可乐 可能就会喝得很多 但它本身就是一种碳酸 所以碳酸这个东西 就会让我们的骨质 可能流失的比较快 或钙质吸收率会下降等等的 或者是一些肾功能不好的人 可能它里面的林含量很高 对于肾脏负担也会很大 吃美食搭配林卡碳酸饮料 许多人都会认为 可以降低总热量 但民众可能会有补偿心理 反而在其他地方摄取过多的热量 今天喝了林卡可乐 那我就可以配薯条 可以多吃一点 所以相对来说 你的整个饮食形态 油脂的摄取量 或是纤维 油脂摄取量会过高 那纤维摄取量太少的时候 都会导致我们可能身体比较不健康 可能死亡率就会提高 营养师提醒 平常最好是以无糖饮料 或白开水来解克 才是对照顾身体最好的选择 大海新闻科兴志台北报导 孩子的成长过程中 最重要的人生礼物是什么呢 有专家说是亲子共读 因为在孩子六岁之前 如果家长经常陪伴孩子阅读的话 有助于脑部中枢神经的发育 为孩子读一本书 应该是每位家长都曾经做过的事 这不只是打发时间 对孩子的脑部神经发育 其实有着关键作用 宝宝出生之后到六岁之前 他的脑部会快速地成长 脑神经细胞之间 要透过各类的刺激 感官的刺激之后 神经细胞就会产生连结 连结过的神经细胞 成为宝宝学习的网络 根据功能性的研究 坐在父母怀中听故事的孩子 脑部情绪中枢的神经连结 会较为紧密 透过阅读 孩子可以在父母的带领下 有系统地认识这个世界 并了解抽象的概念 和不同的情绪 对于孩子以后的情绪表达 和性格养成相当重要 亲子共读本身 不只可以带来 良好的亲子关系的建立 它更是推动脑部神经发育 发展最重要的一种模式 所以宝宝出生之后 爸爸妈妈就可以开始一起进行 亲子共读了 亲子共读的过程中 孩子会跟随父母的语句 甚至会在共读时进行对谈 无形中增加孩子的词汇 刺激孩子的语言发展 能够帮助沟通能力 而图片能够引起他们的注意 有助于建立孩子的专注力 甚至记忆力 这里是哪里 这里是什么 游泳 平常有机会会念一点书给他们听 我觉得看书至少会帮助他 可能去认知还思考 以及他的整个逻辑建构 甚至于从中间就可以学习 也可以让他的情绪比较稳定 亲子共读对于孩子心灵的成长 也有相当重要的作用 因为当父母亲与小孩一起共读时 可以欣赏故事里优美丰富的词句 随着故事情节的发展享受故事带来的缤纷事件 这是父母对小孩高品质的陪伴过程 亲子共读本身它会形成一种印记 一辈子存在孩子的脑里 那如果问我宝宝出生之后 如果我们要送给他一件最重要的人生的礼物是什么呢 我的答案是亲子共读 国际新闻先带您关心的是 今年第15号台风法西 在台湾时间今天凌晨4点 登陆了日本千夜市的附近 目前当地的风雨是越来越强 根据预测路径来看 预警在今天中午以前 法西就会通过关东地区 也害怕好雨会带来影响 JR东日本宣布 今天8点以前 东京部分地区会取消所有的铁路服务 另外飓风多利安 目前强度已经降低为风暴了 但是威力仍然是非常强大 横扫了加拿大 造成一个省份至少有45万户停电 沿岸地区也出现了淹水的情况 我们带您从画面上来看到 强风把海水都扫到了战道上 沿岸设施也被吹得东岛西歪 风雨的强度还是不容小觑的 而目前多利安正朝着纽芬兰岛前进 在这里也有好几千户停电 原因是受到了闪电的影响 美国西岸城市西雅图 进入到了光是一个小时就出现超过200次的闪电 天空中的闪电是接二连三几乎都没有停过 根据CNN报道受到风暴系统影响 下图在8号晚上总共出现了大约1250次的闪电 造成了4500户停电 另外火的灾情也要带您来关心 美国乔治亚洲外海一艘货轮失火 目前救出20人 还有4名船员下落不明 整个船身侧翻还冒出了阵阵白烟 这艘马绍尔群岛国籍的货轮 要前往马里兰州的巴尔地摩 却在途中失火了 不过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还要再进一步调查 至于灵火呢 世界各地都在发生 接下来这一起是发生在澳洲 昆士兰省黄金海岸 这被列为世界遗产的雷鸣顿国家公园 灵火失控 其中一座拥有86年历史的旅馆 也受到了波及遭到重创 从空拍看到被森林包围的度假村 许多建筑已经被火烧到坍塌了 宾拿布拉度假村建于1933年 是澳洲历史最悠久的旅馆之一 由于地理位置在森林保护区内 因此消防队员只能依靠直升机在空中洒水 慈激科技大学戏剧巡演走过了土耳其 马来西亚新加坡 而最后一站是来到了澳洲和当地慈青 还有志工一同演出 孔雀江湖的戏剧演出 教导做人处事的道理 来自台湾慈激科技大学参访团 超过40天的国际巡演 最后一站在布里斯本 其实我一开始很紧张 因为我不知道要怎么表达 可是到现在我可以就很自然的 跟台下的观众还有上面的演员互动 从那个欧洲土耳其 就一直把慈激的这个 这个子科大的这个儿童剧呢 一直演到这边 从精华团就是人数很少 开始到星马地区的人数很多 到现在我们又回归为澳洲团这边 布里斯本这边的最后一场 是第十二场的演出 那我感受到说每个地区 尤其布里斯本的一些同学们 伙伴们参与那个临时演员的演出 也有化妆 每个都很非常的投入 在墨尔本的爱迪尔小学 当地慈激之工长达九年的陪伴 学校师生都很期待这次演出 听不懂中文状况下 所以更多他们就是看我们的肢体预言 所以我们在表演的时候 就会不自觉的整体就会多 更多的很夸张的动作 然后想要去诠释我们 所想表达的意思 你们这次是传达是要辞出对不对 要刚好符合我们这次在借走的主题 我们可以带出这个message 需要跟他们说其实你们这次做的 不只在教育小孩子的同时 也可以在退岗速食 语言不是距离 共同体会万物皆有灵性 吃素互众生 921系列报导长情二时 今天要带您看到的是一群无名英雄 也就是救难团队 其中一位红十字会志工 已经高龄73岁了 他被称为是救灾阿嬷 而他呢其实也是地震的受灾户 但他将心比心 把伤痛化为力量 在围观还有花莲地震的灾情当中呢 都能看见他的身影 就那人就帮我们拉我们一把 然后我们就这样子爬上来 然后就爬到一楼这边来 那回头望一下 就是很感恩他们 非常感恩他们 在工厂上班的陈美英一家四口 921受困12个小时 若不是无名英雄们 奋不顾身抢救 孩子哪有机会长大 全家又如何重生 掌声响起 孙氏兄弟被从东兴大楼救出 20小时的一直在轮班的 在工作的时候 我们其实心理跟生理的疲累 已经到最高点了 他救出来确实对我们 都是一个很大的鼓舞 奇迹振奋人心 可惜救灾碰到的更多是遗憾 我最深刻的是他跟我讲说 麻烦你们把我拉出来 模糊到有一点歇时低利 然后到他没有力气而离开了 地动山摇 金国旺和张温宗 一个在台中 一个在台北 他们见证当年救灾积聚 技术都比不上国外 我的同学们想要人模方语 我们没有这些设备 这是一部分 没有整理 第二部分是 危机就转机 它也是一个分水岭 开始去省私 开始去检讨 摄像头 然后接出来外面的荧幕 那这个摄像头的前面会有灯光 会有那个麦克风 我们甚至都可以跟 直接跟受困者对谈 设备与时俱进 人员出国受训 以及正后十年 位于竹山的消防署训练中心启用 是养成救难英雄的摇篮 我这时候已经感觉到 一个气流热流往这边过来了 就在这个东西 就好像在十年磨一剑 有时候 那器材只是硬底的 最主要是人的经验 是最重要的 921后 搜救犬培训开始被重视 他们能追踪细微的气味 在大范围灾难现场 迅速判断有没有生命反应 搜救犬出生入死 是危急时刻最佳伙伴 妹妹 你在跟叔叔讲话好不好 你叫什么名字 你叫什么名字 2016年2月 围灌金融大楼倒塌 一个娇小的身影 爆出受困孩童 谁也没想到那位救难人员 是73岁的阿嬷 40年前孩子曾意外溺水 林美霞体认到急救的重要性 加入红十字会 他家住普里 921灾情惨重 至今难忘 讲到你真的 心都 都在痛 我说我能动 我一定要救更多的人 我还能走 有过受灾经验 更明白苦痛 这一份初衷是林美霞救人的动力 这位台湾年纪最大的救难队员说 哪里有难 哪里就有他的身影 不少人的儿时回忆 历经了16年再次进口回到台湾市场 他是山竹 有量饭业者在检验过关之后 特别从泰国引进 在开卖前一个半小时就排满了抢购人潮 而且开卖之后马上是销售一空 工作人员讲解购买规则 这长长的人龙都是为了水果皇后 山竹而来 睽違台湾市场16年 9月8号早上10点 抢先开卖首批商品 抢头箱的民众 6点半就从桃园出发 白色果肉之多未美 但小小一颗 售价可不便宜 每盒约350公克 装有4颗 第一天首卖限量140盒 长鲜价199元 往后就恢复成原价299元 很开心 因为已经从小时候就蛮爱吃这个水果 有新闻来 然后就知道这边是第一批开卖的 然后所以就赶快过来买 其实我们自己虽然知道说 山竹这个水果非常受欢迎 但是其实今天的排队状况 其实也有点出乎我们的预料 山竹每年产季短 加上数量不多 价格相对昂贵 这次之所以能顺利再度进口 是以热针技术 有效防止果实营的入侵 热针的方式 它必须在46度C以上 然后维持到58分钟 然后里面的湿度 要约大概是90度 这个条件之下以后 做包装才能够完整的 让这个水果 不会再做其他的感染 量饭业者也预估在9月中旬 能到货第二批山竹 数量将近一顿 会在更多门市贩售 期望在中秋假期 可以让民众享受 等了多年的美味水果 大海新闻科兴志台北报道 巴黎城市沙雕活动 为期65天 在新北巴黎河岸边举行 今年呢 特别是加入了快闪沙雕的活动 以往一件作品 大概要花三到五天才能完成 但是这次沙雕师必须利用退潮 还有涨潮之间的时间 直接在沙滩上面创作 必须要在三到五个小时之内 就要画完 远远沙滩上 三个人拿着耙子走来走去 到底在做什么 民众看得不撒撒 没看到什么 所以我在找 我以为不是这里 他在找的原来是这个画面 空拍机一拍一目了然 这是新北市政府办的 巴黎城市沙雕展 今年邀请沙雕师在现场直接作画 作品面积达五百平方公尺 巨大沙画它是要在空中看的 我们看不到比例 所以我们必须搭配空拍机 一起去做创作 就不是直接眼睛看到着作画 而是要再看荧幕 然后再搭配空拍机 然后下去作画 今年另外也准备沙雕创作 高有1.8公尺 是两只北极熊处在一小块冰原上 而且必须在退潮这段时间完成 因为当水位在上涨 漆地和北极熊就会消失 比喻全球暖化 可以跟环保议题结合 那取材又很方便 所以之后也不会产生垃圾 所以这个是一个蛮不错的议题 我觉得能够再唤起市民的一个认知 重视环保 让生态永续的一个发展 那我觉得这个活动是非常好的 沙雕展将持续到10月中 现场也另外有13座 汉人一样高的沙雕作品 以巴黎文化为主轴 让民众感受在地特色 大约新闻聆听讯好 台北报导 音乐 音乐 小伙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新闻最后带您一起来看 西班牙小镇巴萨 欢度卡斯卡摩拉斯捷 人们涂上黑色油脂 在街头狂欢 一起来共襄盛举巴 同时也感谢您的收看 祝您平安顺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